到银子隧道取景却意外身亡 工作人员到底犯了什么大忌 还骗前该和好兄弟们 大声招呼的动作都做了 怎么还是碰上他们 在当深夜低阶的软单轻 阿飘们莫名地都喜欢与他互动 一台开往幽民的巴士 正在等着小辣椒 他会这样走上黄泉路吗 不如时千万别忘了 继续打听他们的消息 注意一会儿摄影棚的鬼味道 可能就飘出来了 那个时候刚好也是在 一样农历七月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也刚好拍 在嘎三部戏 白天都在拍就是偶像剧 晚上我剩下的从十点 到凌晨的五点 都在拍两部的鬼故事的戏 那这摄影棚是哪里呢 就是我之前常常就讲到 那个红毛城那个摄影棚 就上次我说我不敢拍了 结果后来还是就是 这么有缘分又要在那边拍 这样子 结果后来呢我就到了现场 然后我们有两个景 第一景呢是那种Key版 就是那种蓝版绿版这样 然后一开始拍的时候呢 我要讲一句台词 讲一句台词呢 我要安安静静地坐下 实际上我一弯下来 蹲下的时候呢 然后那个摄影机会带着我弯下来 心情不好 因为我是演女鬼 然后那时候在演我灵魂出鞘的时候 后来我蹲下来的时候 我们蹲下来就闻到一种死老鼠的味道 我觉得它真的很臭 可是我不敢讲 突然间就有那个摄影师 摄影大哥就讲说 诶 是谁脚没洗 谁脚没洗 诶 去洗一下好不好 真的很臭 我们这边是整个避避世空间 这样大家都闻到 然后我们就我们三个在Key版上 我们说他们男生就 当场就闻脚这样闻 大家说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他们说或是你丁小青 我说不是 当然不是我 我说我也不会很想要闻 我确定不是我的 对 就突然讲台诗继续拍 然后继续拍 继续拍之后呢 他连导演讲话 这样子说 诶 是谁脚没洗啊 去洗一下好不好 真的很臭耶这样 所以那个像死老鼠的那个味道 真的传到整个摄影棚 大家都闻到 可是大家都已经 都拿那个有卫生 拿卫生都污住鼻子 可是我还要讲台词 这样 继续讲话 最后我们就研究出来说 那个不是臭袜子的味道 那是死老鼠的味 对 死老鼠的豆和味道 于是我们现场 大家想说那停一下 我们把它找到 你是不是有什么老鼠 尸体 把它先移掉会比较好这样 结果呢 找了半天 找到也蛮恐怖的 结果是没找到 然后你说好 算了算 那我们就换地方吧 换那个摄影棚拍 那边你拍完了 那这个摄影棚很简单 然后你说 丁老鼠 非常简单 你都不能只要把玻璃 把玻璃打碎就可以了这样 我说好 很简单 然后打完玻璃 你就尖叫一声 我说可以 当然说 因为现在是就是农历月 这鬼月 所以我给你一个红包 因为你是演女鬼 所以那一场 我要换上变成女鬼的衣服 所以它有口袋 红包平时都会放在口袋里面 可是我在演这场的时候 我去上洗手间 我把红包袋 先放到我妈妈那边去顾 然后就是有这个过程 后来我红包袋 其实没有收在口袋里 然后我就回来 继续赶拍打玻璃的画面这样 然后我打 老师说就打玻璃 打玻璃以后就 啊 尖叫 然后这样弯腰 这样就OK了 我说好 那很简单嘛 也没有胎子 对 没胎子 很快 好吧 五 四 三 二 我就一打那个玻璃 然后我就啊 尖叫这样 然后玻璃没有破 然后我说怎么没有破 然后我说小琪 你不可以打玻璃的中间 然后打玻璃的旁边 脚会破得比较快这样 我说好 五 四 三 二 我就打边 啊 我说这是同时叫 都同时打这样子 然后打到边边还是没有破 就这样也许打了三四次 玻璃都没有破 然后她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她说就打边边啊 这边边怎么会不会破呢 她就是用这个专算这样 敲 然后打玻璃一敲 那玻璃就破掉了 然后我们大家就很尴尬 然后大家就也不敢笑 你知道 大家也就是 然后我也很累 到早上我都没睡 然后当时说最后一个镜子 好 不要再打不破 打边边去刚才的位置 一次OK 不要再等 不要拖 然后我就一股作气 然后我就想起来 刚刚那个红包袋 我就刚刚跟我妈妈 要回刚刚那个红包袋 我说妈 红包袋 我刚刚往房就放进去 然后我就很认真 然后我就很重心 当时就重心那边 我就好 五 四 三 二 一打 我就 然后坐下去 然后我就站起来说 对不起 对不起 卡 我当时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当时说我错什么了 什么错 很好啊 非常的棒啊 玻璃也碎了啊 就是这样的啊 我说没有没有 我刚刚没有尖叫 忘了尖叫了这样 当时说你刚才有叫 然后他们就过来看那个模型 全部人都过来 妈妈也过来 因为大家都听到有人叫 我问我妈 我妈也搞不太清楚 到底是有叫我没叫 因为她也不知道 我们到底是要叫不叫 然后我们就一起过 全部人过来看 就放 然后打玻璃 然后一个很高频的尖叫声 很高的尖叫声 差不多那么尖吧 因为我身体没那么高 然后这时候我就跟导师 要跟导师说那个 不是我 然后导师说全部马上撤 现在赶快撤 然后在我们撤之前 每个还要烧香 先烧纸钱再走 因为那个叫声不是我叫 最后当然说没关系 我们先都不讲 我们先离开现场 然后到了回去的时候 在后制的时候 有可能会没有那个叫声 我们就补的好了 就不要想太多 到做后制的时候 当然大家一定要来说 你这一集播去你一定要看 因为我们录这么多集 每个来录的艺人 都没有拍到最真实的声音 他说因为那个尖叫声 真的不是我们后制做 那是真正的一个 现场发出来一个女生的声音 所以你一定要看 他说完全不需要做后制 可是真的很恐怖 然后这件事情在当时就是 爆章杂志也有登出来这样 就是我遇到不干净的东西 对 还有我就是身体 就是也是大概 休息一个月都不能上 都不能拍戏 天啊 对 就一直吐 一直吐这样 对 所以妳那个镜头真的拍很久 拍很久 对啊 可是导演你打着过 我的朋友都受不了了 我来帮你叫 赶快收工 你们吵死了 你吃了一层吗 他都看不过去 因为你跟他们常常拍戏嘛 对啊 他们一定常常看 你看 这个人也 MG太多次了 好像是有要挡住我那个 你知道 不让他破的感觉 就是要有点在整我的感觉 戏弄人 对 我想 而且是不是 我应该要 你应该最近又会接一部戏 去那边拍 不要亂 不要亂 因为我后来有一次我就讲说 就是不要不信心 我说我再也不去淡水拍 就下部电影 又不到淡水拍 是不是 就不到淡水拍 我做的是很严重的车祸 真的假的 对 再算一下 不要再算 好 好 我会想你下一次不会去淡水拍 不会喔 你去淡海拍 好 来 请坐 开往游民的巴士 这发生并不是在7月 而是在 6月 农历正月15号 过年了 过年 对 那时候是刚好 元宵节 刚好那天 那天我准备要到竹北 那天有一个灯会 一个活动 那我要出门前呢 我就刚好接了一个电话 是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的 他就告诉我说 我最近会比较没有空去找你 那我说 怎么了 他说 我最近朋友带我去到一个道场 我说道场是干嘛的 因为我搞不清楚 然后他就说他去到场去残修啊 念经啊 我说那残修念经要干嘛 他说就是回向给一些好兄弟朋友 我说啊 我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能量的人 才有办法做的耶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的体质可能没有办法喔 你是不是要考虑说 这个地方可能就不要去啊 还什么的 我还是要跟他讲 在当下我跟他讲的时候 就头就开始晕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你要让我试试看啊 可是他那边他也很不太高兴 他说你不让我试音 你怎么知道 怎样 然后我就开始 就头好晕好晕好晕 然后整个脑袋瓜 好像被人家垂了好几圈一样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好 我不跟你说 我不跟你说了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你自己想想看 然后电话挂了之后 我就开始发抖 然后头开始晕 我想说待会我还要开车到竹北做活动 那这样的云章抖 我没办法上出门 那我就赶快点那个菩提香 然后就供在阳台上 然后我就跟那些刚刚 我的感应就是 从他那一头呢 好像有来了一大堆的朋友 那我就把香就供在那个阳台上 我就跟他们讲说 不好意思 刚刚可能我话有得罪 那我现在供这盆香 那请你们多原谅我 那原谅我的无知 这样子 我就供了想 我就开车就出门了 因为我有中间有耽误时间了 那我想说 那我就速度快一点 我就开100到110之间 那我就开中间车道 那我想说前面有车 我就可以跟车 那前面的速度保持距离就好 当我发现到前面那部车 其实是静止的时候 有开车的应该都知道 我们会看到前面车静止的时候 那距离应该是很近的 当我发现到的时候 我就猛踩刹车 可是呢 因为我的车子没有ABS 我看到我的车 它是 往左边跑 那我抬着刹车踩紧 我又把那个方向旁打右边 它又 往右边跑 然后呢我又拉回来 它 左边 拉回来 然后piu右边 我就在三个线道上 piu过来 piu过去 那时候我心里想说 我快撞到了 那我只有一个 一个希望 我就跟行李的官司一步上讲 我说 官司一步上 没有关系 可是你不要 我心里只有 我只有想说 我不要回容 等到我 刹车 刹住的时候 我一直在发抖 我所有东西都往前掉 我还在抖到不行 可是我又看时间 我是这样看的 那我时间又快到了 我只好 我还是要下去 反正我交流到 就在前面不远 我好 我这次就慢慢开了 我的速度很慢 我怕我的待会这样的轮胎 要飞掉啊 干嘛的 所以我还是慢慢开下去 开到现场我还在抖 然后我就冰冰猛喝水 做完活动之后 已经很晚了 那我就告诉他 我去搭火车好了 那我朋友就说 那我载你去那个交流道 交流道那边有很多 那个巴士可以坐 几分钟就有巴士 其实大家有常坐 那个巴士的话 都知道交流道很多巴士嘛 我说那好啊 那就随便 然后他就开车载我去交流道 就找了一家 车子来了 那部车外观看起来好新 很漂亮 我想哇 做一部新车好棒 然后后来我要上车的时候 我吓一跳 我就问司机 请问 我要到新庄五谷可以下 没有 只有到台北 好 OK 我还是就确定 我是要搭的那一部车 我就上车 然后呢 车子一启动的时候 我心想 天啊 这司机是怎么开车的 简直就像卡通影片里面一样 他是这样开的耶 那个车子是这样摇的 避震性化 不晓得啊 他竟然是这样摇 左摇右晃 左摇右晃 黑人的车也会定动 对 而且他是这样子摇的嘛 他是这样摇的 我是跟着这样摇的 我说这个到底是车还是船啊 他这样摇的 然后呢 他到了领口交流道的时候 他下去了 到了那个红绿灯 他停下来 我就听到一个男生说 下车下车 我要下车 为何男子急忙下车 难道车上有什么不该看到的 被他瞧见了 别跑 让我跟着你 按照我正常的速度的话 我应该很快就冲过去了 但是在最后一个加点的时候 我直接被 感觉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拉住了 就我不能跑 再一路就救 后来的时候 那个导演跑过来跟我说 我们在看回放镜头的时候 我们看到 哎呦我的妈 好 他到了领口交流道的时候 他下去了 到了那个红绿灯 他停下来 我就听到一个男生说 下车下车 我要下车 他很凶跟司机讲 我要下车 然后司机就说 这边是红绿灯不能停 不能下 不管你给我开门 我要下车 我就听到那个男生 碰他打开了他下去 然后我就说 好羡慕喔 他下车了 那你也下了 不要啊 领口啊 还离家还远啊 对 那我想 他下车了 然后车子要准备 要启动的时候 我就听到那个声音 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告诉我 赶快整理东西 待会新装五谷可以下去 你待会就赶快下车 开玩笑 刚刚明明买票的时候 他告诉我 那个你没有停 只能停台北 然后那个声音就告诉我 确定待会可以下 好 你赶快准备好 待会就下车 我就赶快整理东西 整理整理 然后呢就 快到那个新装五谷流道的时候 就听到有人说 下车我赶快按铃 我也要下车 然后呢 他就真的往下开了 往下开了之后 我看到好多人跟我一样 就等在门口 不敢坐椅子上 就等在门口 准备下车 因为以前 以前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下车 我会回头跟司机说谢谢 从这次之后 我再也不敢回头了 因为呢我一下车 我一回头说谢谢 说那司机就这样 好 我一看到他的脸色 我吓死了 因为他全身是青绿色 然后我就后退 我看到他我后退 然后我旁边的那些下车的人 也后退 然后他看我 我看他 我们就这样子 你看我 我看你 然后后来呢 我们一下车 然后看着那股车 他也是这样子 还是这样摇晃 摇晃这样走过去 太过去了 后面也是这样冒白烟 然后呢看了看之后 我就开始 我就在马路边 开始狂吐 而且都是吐那个白泊 什么东西都吐不出来 我不是晕车的吐 因为是 我只要跟那种东西 如果太多的话 我会吐 而且会吐白泊 我吐到不行的时候 吐 吐了差不多 旁边那些人都不见了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我也搞不清楚 可能是人家接走 或是蓝车走了 我一看 然后我就旁路边等 怎么都没车 然后后来我就只好打电话 叫激燕车 然后激燕车来了 我就上车 就告诉他我要到哪里 我就跟他 我真的吓死了 想说我家妈的 我都想要想下车 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 这个司机也是青绿色的 我那时候是抓着车门 我心里想说 我到底要不要下车 可是我又好想回家 我说 明天隐形眼镜没问题 我没戴隐形眼镜 我没戴隐形眼镜 然后后来呢 我就抓着车门 他就往前开 开... 他刚好我家住巷头 他经过巷尾说 踢... 我就跟他讲 踢 我就在这儿停 因为其实我们在巷尾那边 有一个公庙 那我想说我经过公庙 把东西丢给他们 我心里是这样打算 然后后来呢 我记得车费是三百多块 我一五百块就丢给他 我也不知道让他找钱了 然后我赶快门开了 我就... 我赶快冲了 就往巷头去跑 然后呢 经过那个公庙的时候 我就说 拜托... 帮我收 帮我收这样子 然后就冲回家 其实那天晚上 我一直做的梦 然后到第二天早... 第二天早上呢 我再到公庙去 然后请老师帮我处理 后来才知道说 我当下那时候 念通电话 我讲了不该讲的话 我阻止了他们 可以收取一些功德 因为有人要念经要给他们 那我... 我讲了这些话 然后会有点阻碍到他们 所以他们要让我好看 你知道 你... 瞧什么话 就是阻止人家去禅修 去道场念经啊 所以从此之后 人家说他去禅修念经 我说 很好 快去 不要回头 走 我这样也不敢阻止人家 很好 天啊 丁小姐 你刚刚问错 什么叫做他隐形眼镜 有没有问题 是他脑子有没有问题 对 不过这个是很难的 你现在敢一次做什么 跟恐怖 不太敢 说真的 其实我现在不太敢做巴士 而且只要是做巴士 我下车我也不敢回头 说谢谢 我都是这样编走 我说谢谢... 我就这样下车 我都不敢回头 你要想光明面 搞不好你这次回头 绽放了五彩的光彩 这样 对 真的喔 谢谢 来 觉得我们小小姐 要讲的比较恐怖的 请亮灯 一 二 三 有三个灯 有三个灯 来 欢迎下一位 女官 三请 FM 鬼类之音 那一年 我在做节目 然后 那时候刚好是农历七月 那一阵子我就觉得非常奇怪 就 好像每次我只要做节目 做到 晚上十点 十一点以后 那我就会感觉 我的背后面毛毛的 来 然后感觉好像 就真的好像有一个东西 要把你淹没 要扑向你 然后好几次 那后来有一次 是我在戴耳机 那我要调那个盘带的时候 结果 我 我一戴上耳机 我就听到小孩子笑的声音 是喔 比这个再嗨一点 对 然后 然后那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奇怪 后来我就把耳机拿下来 拿下来就没有了 那我又再戴上去 我还是会隐隐约约听到 小孩子笑的声音 然后那个声音感觉 就是那个音频感觉 很像是在天花板的上方 然后靠右后面 就非常清楚 在一个区域 然后那一次之后 我就真的觉得 哇 真的不行了 就是 常常都是这样子 那我那阵子真的就 就在考虑想说 是不是还要继续做下去 因为其实还蛮困扰的 而且有时候我在做节目 那我们这 我坐的这个录音间的隔壁 还有一个透明的玻璃门 那那个门有一个更大的录音室 那但是那个录音室通常 其实在晚上也都是没有人的 所以也都是关灯的 但是有时候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会有余光 就是会看到旁边的那个录音室 然后就是会看到有一点 好像是黑色的影子 就是几个影子这样 嘘嘘嘘这样子 有点鬼影重重的 但是我就突然想到 其实我们有一个同事 他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这个同时他是在我们录音间的上面 等于是一楼的地方 一楼是放我们资料库的地方 有很多的CD的一些柜子 然后还有一些放CD的机器 然后那天他是加班 他也是差不多到晚上八点钟左右 那因为他无聊嘛 想说那我就放CD放音乐来听 就在放音乐的时候呢 他就发现奇怪了怎么音量 好像越来越小 然后快要听不到了 所以他就又走到那个机器面前 再把那个音量再转开 然后再回到位子上面 然后再听 怎么音量又变小了 这样子就是来来回回两次 然后他想说不对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后来第三次 他又非常仔细地看 然后再听 然后再把音量再转开 结果还是被关到很小 而且是非常小 那个刻度大概 我们如果十二个刻度的话 大概就是差不多 零到一之间 这样非常的小声 那他因为我们这个同事 他大概之前也遇过 几次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可能有一点感觉 他就真的走过去 到那个机器面前 然后非常用力地 把那个音量的那个钮 把它转开 可是他就非常地明显感觉到 有一股更大的力量 就把它载回来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觉得 哇 那真的是太明显了 所以他就马上收拾他的东西 然后就自行下班了 就这样子 所以他后来他们 其实后来很多同事他们 因为这样子事情很多 所以大家都不太会在 晚上的时候做节目 但是因为可能 我是属于那种后知后觉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 那是怎么样 就在也过秒几天 刚好我在电台 因为其实晚上 几乎真的没有什么人做节目 可是我就遇到了我们一个 广播的一个前辈 一个非常资深的前辈 叫楚云 楚大哥 然后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 楚大哥是代指牧师 就是等于是有工作 平常有其他工作的牧师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看到楚大哥 就非常开心 因为我没有人可以聊嘛 因为晚上都我一个人 那我就问楚大哥说 楚大哥 楚大哥 你会不会觉得 有时候来做节目 真的毛毛的 然后他就说 不会 不会 你不要担心 不会的 我为你祷告 然后呢 你也 然后 没有时间 没事 好 然后呢 你也回去自己要记得 多多祷告这样子 但因为他的话 真的非常的慈祥 然后很平安 结果真的几天之后 我再回到电台 然后那天 我永远不会忘记 因为真的我就再也不毛了 所以我才会继续做节目 然后从那个时候呢 其实也就是我真的就是 后来可能我受洗啊 然后走入信仰的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 好 这个确实 我也有听过一些 就是半夜做节目 经常会从那个耳机里面 听到一些怪异的声音 甚至于 奇怪的回答 大家要支持广播金钟奖 好不好 好 来 觉得我们软带听唱 讲的比较恐怖的 请亮灯 一 二 三 不错 好 来 请 幽灵举击手 我觉得我现在挥脏起来 是一段挺可怕的经历 因为我在想 如果那个戏 如果照我那么去拍的话 可能 大家就不会看到我这张脸 那半死了 可能一半 对 我记得那次是三个月前吧 三个月前 就是我是在横店拍戏 然后是正好是星期四 那天我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我的右眼 就是在不停地在跳 就是从早上开始跳 然后那天呢 我是要拍一场 我打枪的戏 因为我演的是一个 是一个狙击手 对 然后当导演说开机 OK 123开机 然后我就会去做那个姿势 去去瞄镜头 去瞄 但是 我做完之后 然后摄影大哥会说 佑铭要不我们再来一次 他没有跟导演说 是直接跟我说的 佑铭就是我们要不要再来一次 我说OK 没问题 然后我还是一样 把姿势摆好 然后把那个 我该去完成动作 我去完成 然后摄影大哥 他就没有跟我去说了 然后他就会跟导演去说 把导演给叫过去 把导演给叫过去 然后最后就说 那导演会说 要不我们大家 先暂时先休息一下 我就会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 是不是因为我的 表演不是很好 然后让导演 让摄影师不太高兴了 然后我就会想很多 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 我们是在拍另外一个场景的戏的时候 我是需要跑炸点 然后差不多有15个土弹 就15个土弹 然后还有10个弹爆点 对 然后我反复量了差不多有5遍到6遍的距离 我量了5次 包括提升 五行 全部都去替我去跑过 然后替我去看过 但是到我最后 我实拍的时候 就是跑到最后一个炸点的时候 我直接被炸点给崩倒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 我就躺在地上我不能动 然后把导演吓坏了 导演彻底吓坏了 说怎么可能 我 我们都已经量过这么多次 怎么可能会出问题 是不是你们炸点师 你们是不是按早了 最后爆破师也说 没有啊 我是很准确去按这个爆点的 然后那个距离是很安全的距离 怎么会出问题呢 最后他跟摄影师一块去看回放 去看回放 然后就看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大土块 直接打到我这般的脸 然后当时其实我在跑炸点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就是我在跑的时候 我感觉到我在跑到最后一个炸点的时候 然后我最后我最后一只脚感觉好像是 应该是迈不过去 就很奇怪 我会觉得好像前面有东西好像在拦着我 打着我 所以说就按照我正常的速度的话 我应该很快就冲过去了 但是在最后一个炸点的时候 我直接被感觉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拉住 就是我不能跑 再一种的脚 这就是我的脚 然后后来的时候那个导演跑过来跟我说 又明你知道为什么上午的时候 就是我会让你去休息吗 片场里怪事接连发生 到底怎么回事 别对他们出言不逊 他一进去他就说 也还好嘛 那边也是暗暗的而已啊 我听说 他的老板啊就听到 你睡到里面就有个声 男生大吼 就冲出来 冲出来之后他就问他说 你是怎么办 他就说 他在照手电筒的同时 他看到了那个墙壁上面 然后有好几张扭曲 然后眼睛长在这边长在这边 那种影像 就黏在他手电筒照到的地方 现在是什么 你没有把这边的 这边的 哎呦 我的妈 但是在最后一个架里面的时候 我直接被 感觉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拉住 就是我不能跑 这一种的脚 这就是我的脚 然后后来的时候 那个导演跑过来跟我说 又明 你知道为什么上午的时候 就是我会让你去休息吗 不是因为你的演技不好 也不是因为就是你的那个姿势不对 就是我们在看回放镜头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脏东西 就是在你这个炸点被炸到的地方 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我当时整个人就崩溃了 我吓傻了我就怎么会 然后我我回去之后的时候 然后我就回去问去问我的师傅 然后我师傅跟我说 正好那一天是农历的四月十四星期四 就是我们内地的那个滚门大开的时候 滚门大开的时候 然后师傅就说 是不是你们当天在拍那个戏的时候 导演没有去拜拜 然后我在想好像是 因为当天好像是为了去去赶那个那个时间嘛 所以说就忽略了 对就忽略这个事情了 所以说就在那个事情之后 就是我在后面的拍摄当中 我一共被崩到三次 全是我左半白面 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左眼 因为当时被崩到的时候 我整个我的左眼是你们被一个大左块整个给黏住了 然后包括后面几次我拍摄的时候 拍摄我去打枪的镜头 都应该是很安全的距离 就直接那个那个枪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粉尘蛋壳 会直接崩到我的眼睛 全是我的左半边的脸 我真的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会觉得很胜的话 很胜的话 所以说这部戏我能拍完我觉得真的是我师父保佑我 哈哈哈 谢谢谢谢 这个这个心情我了解 对 哦 因为我们人帅啊 大家好 大家都记得 没有 我懂 嗯 哈哈哈 那也拜托各位那个导演 这一天 自骗 再怎么赶时间也麻烦拜拜一下 很重要 因为不拜之后呢 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延误 这个我们从小到大遇过太多次 就是因为偷就是怎么讲 也不能说偷鸡啦 就是说 哎呀 想说省略吧 没拜 真的 一定会出十几次 我之前有在那个圆明坛 因为原住民很多都是基督徒嘛 都不会去拿香也不会去拜 然后我们就是开镜之前都先拿香拜四方嘛 对 然后呢 他们就说 我们才不能拿香这样子 我说拜托你 你们不能祷告四方 有啊 有 我们都祷告了 就用祷告的 可是那天就出状况 女主角就一直被丧生 他明明就看到他讲台词 他讲出来是 现场没有一个人听得懂的 他也不是讲原住民的话 讲天语 对 应该讲淋语 他就讲出来 然后每个人就撒掉 他说导演就在那边喊 怎么办 这怎么录啊 然后又叫我去处理 我说我哪会处理啊 其实他也讲台课嘛 完了 现在牺牲两个啦 好的 来 觉得我们顾佑铭讲得比较恐怖的 请两个人 一 二 三 还有两个人 好 来 请回座休息 好 谢谢 隧道好下 讲一个比较应景的 因为现在是七月份嘛 对 那隧道呢 算是我们所有的公共设施里面 比较阴森 是 然后终年不见光的地方 仅次于摄影棚 那北部呢 很厉害的隧道叫星亥隧道 对 那我现在讲一个南部 算是Top 1的 厉害的隧道 就是在这个南横的大观山隧道 那大观山隧道呢 它在八八风灾之后 就整个就封起来了 除了工程车可以进去 其他的私人小客车 完全都没有办法去行驶 我的这一个朋友呢 他是摄影公司的老板 然后他底下有很多摄影师 摄影助理 那时候他们就是出了一个外景 就是好 要去附近那边取景 去南横那一路 结果那时候他们就说 听说这个大观山 它以前的故事是怎么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 隧道要开始开挖的时候 都要用炸药 它这个地段它的土质 比其他的隧道比较不一样 是它特别特别的松软 所以在做这一项工程的时候 他们就是炸药加上快干 一次把它给炸开 等于说炸开的同时 快干就粘在墙壁上了 定住 那这一个地方为什么 后来大家会说 它是一个非常阴森的鬼隧道 就是因为在这个炸药 在炸开隧道的同时呢 里面有七个工人 就是逃避不及 他们就整个身体 也都跟着那些快干整个被 他们就贴在那边 贴在那个隧道上面 到现在除非它就是被毁掉了 它到现在还在那里 它不可以 它不可以挖下来 因为你把那七个人的尸体 如果把它挖下来的话 隧道怕会垮掉 所以你就可以想想 想看看就是 每天那时候还没有封之前 很多车 可能我们也有开车经过 我们每天都在那个 七个人的尸体下面走 都会这样来回 就有人说 你们经过隧道的时候 尽量不要被这个隧道里面 会有漏水的地方 这样滴下来的水 通常很多十之八九 被滴到肩膀的 回去肩膀的这边就不舒服 滴到头的就头疼到一个不行 然后滴到哪边 就是身体就是变得很不健康 然后就是有很多这种的怪现象 那我这个摄影 摄影师朋友他们要进去拍摄的时候 就拍沿途的漂亮风景的时候 进了隧道 然后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个摄助呢 他一进去他就说 也还好嘛 这也是暗暗的而已啊 我听说你们七个黏在上面 这个是这个摄影公司的老板 他亲口跟我讲的 他就是听到这样子的时候 他马上就一直说 不要乱讲话啦 因为确确实实这七个人 是黏在上面的啊 那这个摄影助理呢 他讲完这些 比较不礼貌的话的时候 他就突然间喔 被一颗石头 砸中他的那个后脑勺 小石头而已 一砸 谁 谁找我 但问题是 老板也都走前面了 那后面 他是垫底的 他后面没有人 完全就是找不到凶手 来来回回拍好几次 怎么样就是又被砸 然后他就开始觉得说很奇怪 但他还是觉得说 反正他也不信这种东西 那这个大观山隧道 为什么这是灵异事件的频传 它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它的长度不到一公里 它大概七百五十公尺 像阳面的部分喔 大概比如说15度 气温是15度 但是你走到外面去 另外一个方向 才七百五十公尺喔 被砸面的地方 足足就可以掉了七度 这边17度 这边气温就变10度 你看有差这么多 然后当下那时候 我的那些摄影班 他们都走出来 甚至一个年轻的摄主 他就在里面走 最后一个要出来的时候 他就开始用手电筒 东照照 西照照 结果他就 他就一直在那边 心里在那边想说 如果你们真的有灵有灵 你就让我看一下 然后就对着隧道这样讲 结果那时候 他的老板就听到 你们眼隧道里面 就有一个声音 男生大吼 就冲出来 冲出来之后 他就问他说 你是怎么样 看着鬼 结果他就说 他在照手电筒的同时 他看到了那个墙壁上面 然后有好几张扭曲 然后眼睛长这边长这边 然后就是整个脸就是 感觉是血肉模糊的那种影像 就黏在他手电筒照到的地方 所以他才会赶快冲出来 那这件事还没有结束 他那时候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南河那边 有很多的隧道嘛 他们在当天 差不多接近傍晚的时候 他们要找一个点 一个隧道它是要拍鸣笛 火车鸣笛 然后就嗚的那种声音 然后那种画面 结果他们就在这个 大关山隧道的旁边 就找到了一个 那一天他们有 老板有带一只自己的中狗 自己的狗狗 然后也在出外景 结果当他们到达这个隧道 要准备拍火车鸣笛的声音的时候 那只狗突然冲下车 然后他要进隧道的时候 就突然这样 一直对他吠 然后他们就回头看那只狗一下 然后就叫那只狗说 上车 上车 然后结果那只狗就 又转头又对他的主人 就一直又狂吠 叫得越来越大声 结果那只狗突然间冲过来咬他 就把他的脚就大腿啊 小腿啊就是狂咬就对了 这下子他整个火了 为何这只狗发了风似的 对主人狂吠 似乎在预告什么惊悚事件 即将发生呢 本集团是在表情之后 才是为了 送他是从什么 关系的 啊哟 我的帽 有 然后他们就回头看那只狗一下 然后就叫那只狗说 上车 上车 然后就那只狗就 又转头 又對它的主人就一直又狂吠 叫得越來越大聲 就那隻狗突然間衝過來咬牠 就把牠的腳就大腿啊 小腿啊 就是狂咬就對了 這下子牠整個火了 火了之後呢 牠就要去打牠這隻自己養的狗 牠就開始追 一直追 一直追 然後牠就沒進隧道 但是牠在還沒抓到這隻狗 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牠突然間聽到火車迷滴 哦 然後接下來就聽到 砰 咔咔咔咔咔 反正就是好像那種 機器被攪碎的聲音 牠轉頭一看 裡面隧道黑蒙蒙的 看不清楚 趕快跑進去 跑進去 牠就眼睜睜 牠可以判斷 牠就眼睜睜看到說 這個火車牠的那個 牠等於出軌了嘛 然後輪胎上面有一塊一塊的肉 然後再眼睛 再手電筒再往這邊照一點 另外一個出軌輪胎的那個旁邊 那個輪子旁邊 就是那個攝影師助理的頭顱 頭顱 他說他不知道說原來會被 碾死是這麼淒慘的樣子 是血肉模糊的 所以那時候後來他 大家都很害怕 然後怕到的 刷到的 問過一些老師 他們意思說在這種隧道 中年不見天日的地方 就是好兄弟一定都會在 那他們又是在這個地方 這麼久了 然後你講得不尊敬她的話 還跟她意思就是嗆聲 505聲你就讓我感受到你 那她就讓你 真真實實的感受到她 所以這次說不管是不是七月份 都嘴巴要管好不要亂講話 好的 非常恐怖的隧道故事 來 覺得我們陳寗軒長 比較恐怖的請亮燈 1 2 3 我來 來 頒獎 這個禮拜的 心酸就得到我們的福透了 再不連熱 看看準備幫你死 嚇死我了 媽呀 這麼厲害 真的 我好喜歡喔 阿友的豆飄棒喔 這是遇到阿飄要豆她就對了 這算她的不是豆她嗎 就是豆飄棒在這樣子 你聲音效果都太好厲害了 這個地方 可惜 好 公路進步 我們繼續